大家好 我是沈老师 欢迎各位今天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今天来谈谈一个什么新的话题的 就是什么中国现在的去美国化的文化大革命 开始之前请各位按一下我们的订阅跟赞 这样帮助老师以后更新的时候 你才能获得通知 也可以帮助老师快速达到10万订阅者的目标 感谢您了 好 接下来谈到中国的去美文化大革命 我们就先来谈谈历史 历史很重要 我们从历史可以看到 现在未来的很多轨迹 老师今天会谈一个历史故事 就是从大清朝顺治年间开始的 为了打掉台湾的民政的政权 也就是明朝遗留下来郑成功的政权 所设立的天界境海令 这个天界境海令 其实蛮像我们现在的中美贸易战 以及台海两级目前的关系 更与现在美国各地盟友关系 都有很相似的地方 这个所谓天界境海令 就是顺治潮的时候 他为了要彻底把这些明朝的旧势力 汉人的势力全部剪除 所以是说呢 他们来做什么呢 来做一个迁接近海 意思就是说 我把沿海 包含福建 广东 所有百姓都迁离开海岸边 怎么样呢 就让你一些中国的所有的贸易 跟台湾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斩断了 对台的经济交流 他需要做什么 把台湾给饿死 这是他们原本这么想 因为为什么 因为满清人 他们很不会海战 路上的金戈铁马 他们所向无敌 但是到了海上 他们就变成一堆小兔子 看得到 但是打不到 但这个算盘打的对 当然没有这么顺利 在这个状况之下 台湾政经在多次交手 包含三繁之乱 一度攻回大陆 但是又被打回来 状况之下 他们没有办法在大陆 躲着一片江山 包括连厦门都守不住了 所以说就怎么样 退回台湾来 开始进行的贸易 贸易的生存 往北跟谁 跟日本的德川幕府 往南跟什么 马来亚主岛去做贸易 强化了什么 原来台湾的物资的不足 没有办法 从中国那边取得的物资 都从其他地方都取得到了 那像这个样子 台湾好像能够坚守 不太会被大清朝兼并了 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为了避免 不要困使主导 做这些贸易的状况之下 虽然很稳定 他们实际上也很稳定了 政经就直接写的这个信 给他舅舅董班说 台湾什么 福渊千里 粮食素实载 适宜孝顺 百货流通 生据教训 足以自强 所以说我根本就不需要靠你 你也不要给我封什么地 为什么 我自己都过得好 好了 我这边就是亡了 你要封给 翻身给我 还封什么给我 我其实都不在意 我自己过得好了 而且后来又谈到了什么呢 他在1667年的时候 跟中国的 跟大陆的大清朝谈说 哎呀 你们也不要一直想把我把冰村寄去了 我本来就不在你们的版图里面 你为什么一定要一定要把我抓进去呢 没有意义嘛 对不对 那大陆的确是没有办法 因为他跨不过台湾海峡 当时的卡海技术很差 没有办法 那所以是说的确都维持了很长一段的和平状况 那为什么台湾最后还是被大陆收走了 原因就是台湾内部有东宁国之乱 岛内的将领为了夺权 杀死 杀掉了 逼死的正统的正经济前人的叫做郑柯璋 他的长子 盖利的什么 他另外一个弟弟 年月五次的郑柯爽 然后大清朝却没有放过这个机会 怎么样呢 派了从从台湾这边过去的翔将 很有名的 叫做海霹利施郎 再跟他内部的外交大臣姚启胜 还有他的康熙的授权 让什么 让这个施郎 一路从澎湖大支战打到了台湾 结果台湾的郑柯爽率领了全台湾的东宁国 全部投降给了大清朝 台风金马36珠岛 禁归了他人所有 各位老师今天讲这个历史 虽然不是很长 但是他其实有没有跟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的贸易战 有很雷同的地方 第一个是什么 美国的关税壁垒 美国的关税壁垒跟大清朝 当时的清洁浸海其实就十分类似的 现在中国其实对之前这件事情 应该是有所防备 所以说这可以解释出来 这几年他中国大陆一直往什么中亚 或是第三世界发展 似乎就是有了一点解答 为什么呢 他要避免对美国的市场仰奈过深 说他研发了廉价手机 对内是各种的状况 还有一带一路 这可能就一点原则的道理出来了 那还有什么呢 Google今天呢 他在我们今天呢 就是5月20号宣布了 会对华为手机不再提供服务 就是新版的华为手机 他不会提供服务了 好 包含什么Google map YouTube 或者是一些Google play 但是这对华为来讲 很多人会觉得说 那干你死定了 其实这个其实是一个错误的 因为对于华为来讲 他是网路 网路设备提供商是他的主轴 手机是他的一个其中一个业务而已 那如果是说Google现在发的一个宣言 其实老师看这里面是有猫腻的 什么猫腻的 里面是有一些玄机在的 为什么他不会影响现在 就是今天以前的手机型号 他是不会影响的 因为那就是签约谈好的事情 那不会有任何影响 是今天以后的 他的新型手机可能就受到影响了 那对大陆来讲 他们怎么样呢 大陆内部早就把Google给赶走了 大陆以前有中国谷歌 现在没有中国谷歌了 对不对 包含了他们里面的里面的APP市场 也包含是 网豆侧之类等等的 影音的部分 他们用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土豆啊 优酷啊 等等之类 导航也是他们自己所有的导航 包含百度导航 说他们自己已经有完全的这么大 内需市场的时候 后来基本上 你要他要他完蛋的机会 其实是不高的 完全机会是不高的 那其他欧美市场会不会连带呢 哦 那这个就要看状况了 因为为什么你少了那一半的市场 对华为一定会有影响 肯定会有影响 但是他会不会像其他的粉丝问老师说 华为会不会量掉 量不掉了 光大陆就可以就可以养活他了 营收大减 肯定是预期的 但是他真的没有办法再站起来吗 其实倒不至于是这一些啊 其实比如说我们从那个中国赶走谷歌啊 这些状况可以发生 甚至说他对美国其实早有防备 他不要让百姓去试图的去习惯你Google的存在 因为Google虽然他永远好像是中立的 但是 有没有可能哪天翻脸 其实老是没有想过他Google会加入这个贸易战 但是他居然加入了 他居然已经加入了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件事情 因为Google从来不会去 他过去的历史是不会加入到任何国一国之间 纠纷 而现在Google居然加入了这个中卫贸易战 其实这个会造成后面很大的问题 其实不是在于其他的关税的问题 而是在于大家对Google的信任度 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减损 包含是你未来 如果你想再进中国 几乎是不可能的这14亿人口里面 你要再让他能够去享受Google的服务 或是Google希望有一天能够进入中国 或是Facebook有一天能进入中国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今天美国政府可以可以去影响Google 你的中立性的时候 那Google已经就不会再被中国大陆 至少他还是中共在掌权的时候 他应该是不会被接受了 那现在美国的闭关自首的历史 其实可以跟美国可以跟我们的大清朝是如出一侧的 因为大清朝闭关近海的同时也关闭了 大清朝去接受新的技术进入中国 包含铁路 蒸汽机 电路 电话 电力 以及造船技术 所以说后来的鸦片战争 甲午战争 八国联军 都是因为他现在被闭关 所以说他未来就注定他的一个国家 会强制打开门户 那美国现在的闭关自首 然后延后了日本的关税 只有减免了加拿大的铁铝关税 但是他伊朗还是有战争呢 他的其他地方还是有一些增值啊 这方面的延烧 他现在真的有力气去用全国之力去对付一个中国吗 这个有问题 但是中国能不能集中火力去对付美国 可以 为什么 因为现在中国在内部不断的去散布这些愁美的言论 这已经在活生生的经历一件什么呢 去美国化的文化大革命 这个东西美国做不到 但是共产党做得到 为什么 因为他叫做共产党 我老师还是讲这句话 对不对 所以说你这个举动对美国会不会有影响 对美国肯定有影响 对中国有没有影响 对中国也会有影响 都是各自的很大的影响 那现在看到比较现实的是 美国南方目前的农场面临很多倒闭潮 因为川普他承诺的从大陆所课征的关税之后 他们要去补贴这些农民 但是有趣的事情是缴这些关税人 是当是在美国当地的采购商 他必须去缴这个增加的25%的关税 那这关税 那你做生意的 你今天被课征的关税 那你要把这个税的成本加在谁身上 那当然也是加在末端消费者身上 那因为这笔货 他还没有在美国市场上出现 好 各位要知道这笔货 你要到下个月的时候才会在美国出现 那下个月美国开始就要面临了很多很多的涨价潮 好了 涨价潮 或许美国人不缺钱吧 我们先假设美国人不缺钱 但是你现在美国遇到的就是天灾 就是大洪水 不是我们的那个外星人大洪水 而是说美国南方农场现在遇到的就是倒闭的风潮很多 为什么你东西卖不出去 银行不愿意借你钱 过去你期货你很顺畅 大家都知道你这个大豆 你这个金额可以这么好的采购价 那银行愿意先借你钱 那你去买设备买农药 买一些你所需要的耗材 但是现在银行不愿意借给这些农场 那各位也知道银行是归谁管的 银行不是归白宫管 银行归那个什么联邦储备局管的 那现在这个状况就是卡到这个地方 那昨天老师看到的一个我们在BBC里面就一个报道 就是说 美国大豆协会的主席 他就讲过一句话 然后最重要的外国市场现在逐渐流失了 他们没有办法来承受一年这样的状况 如果川普熬到选举前 他面临的就是大范围的农工铁票局的反扑 而川普近日所招募的一些他的盟友说 一起来加入我们这个中美贸易战吧 好 包含什么 纽西兰澳洲加拿大 这些国家有没有办法去消去帮他消耗掉 美国现在如此巨大的农产品呢 好 因为中国人口14亿 其实就光拿出4亿来的人口 会吃美国的食品 那就已经够这些盟友惊人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盟友他们本身就是生产的乳制品 农产品 他们也是需要销往中国 而这些人口就算是每一个人全部加入来 去吃美国的玉米 吃美国大豆 他也没有办法能够把原来的份额给消化掉 加上洪水的洪水的这个状况 这整个其实对美国是很很有大的挑战 老师不是为去中共说话 而是说美国他的农业之发达 就像我们之前讲过 美国农业之发达是他两%农业人口 去造就他们内需百分之百的 OK 这个状况之下 那你剩下东西卖不掉 那他的大量量产就变成了压力 他量产真是变压力 对不对 所以说现在这种恐怖平衡 就会有对我们有之中可以看到一个一线曙光 是什么 这种曙光 就是说大家都很艰难的时候 至少我们不会开热兵器 对不对 我们不会去打仗 因为打仗的话 那你这些东西更是消化不掉的 但是各位要知道 这个现在进行的去美文化大革命 他虽然已经不是打抢杂四面红旗大跃进的劳碌 但是从一开始引之的时候 他就已经准备了 随时会翻脸 这样子是说 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录 到现在中国 虽然不会落到像海山这样的下场 但是这个恐怖平衡之中 他一定会有一些很负面很负面的效果存在 怎么说 怎么说 因为这个中美贸易战总会有落幕一天 而且这落幕的一天不会太久 为什么不会太久 因为川普要选举 如果你让农夫恶到了 或是他会卖不掉 而中国他还有愿意怎么样 准备好 早就准备好 你要翻脸 他至少可以撑一年的时候 那忍不住的一定是美国 所以最后川普可能无论是被弹劾啊 无论是被好不讲什么 有人说 有人是说预言家说他会耳聋啊 然后或者是下台 天天下台 无论任何状况 当下一个总统上来的时候 这个贸易战一定会终结 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一定会终结 因为影响的东西太沉 沉面太广了 像美国现在有一些的副国务卿助理 他就说 哎这个华为东西很好啊 那不是很好 没错 但是Sony Ericsson也很好啊 所以说说这个没有关系 但是能够做出来的价格质量 其实是有差别的 那当然也有其他的一些人去反映说 这些厂商早就移到了 很多厂商都已经移到了什么印度啊 越南 其实老师本来今天讲这些细的数据 但是今天还是不至于 因为越南他劳动人口没有中国这么多 再来就是这些印度或是哪个地方去生产出来电子设备 他精细度不会比中国大陆好 各位在20年前我们觉得是说中国大陆就出自烂造 对不起 现在中国大陆真真假的比做的真的还真 好 说他们精细度已经进步到很多的状况之下 你是说今天今天他能够能够撑到半年一年 中国一定可以撑得下去 但是川普可能撑不下去 其他国家也不应随着川普去撑 像其他的国家就是顶多去怎么样呢 拒绝中国留学生的申请 或者提高中学留学生的一些入学门槛 这对中国有影响吗 没有影响了 你不让我读我念清华了 你不让我读我去瑞典读了 你不让我读我去英国读 这没有差别 对不对 这个还是他们还是要继续进行啊 所以是说现在最大问题老先生带到这边 最大问题就讲到一句话 这个去美的文化大革命 最终会影响的是谁 我敢跟各位讲 这一定是影响到我们中华民国台湾 为什么 因为当中美贸易战结束的时候 你要在国内这股民怨要哪里去发泄 大家仇恨了这么久了 大家去美国花这么久 大家恨麦当的恨川 不恨这些金毛这么久了 有一天他们和谈了 很开心 但是觉得感心中还是没有很爽 为了找人来发泄的时候 你觉得中共政府 他们会把这个人民的怒火 找谁来发泄 找日本吗 不会啊 也不会找美国 美国和谈了啊 其他地方我们还在经营啊 找谁 就会发现 哎 旁边有个小岛 长短大小正好 这个时候 台湾就危险 台湾就很危险 如果贸易战越激烈 那么你国内的你中国中国国内的去美文化大革命也就越激烈 当他越激烈 台湾被梧桐的时间就会越来越近 因为中国大陆的国内的思想再教育 永远都要帮人民树立一个敌人 过去是日本不断编那个日本的一个什么抗日名剧 然后到后来这么抗贪官名剧 现在呢 要抗美了 接下来的呢 就是收台 这个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那我们台湾该如何是好呢 各位 一开始那段历史 也是台湾艰苦的抗战事 但是也可以从接近的一段血泪的历史 怎么说呢 台湾这个地方的强盛 自古迄今都是以贸易起家 无论早期的正式王朝 或者台湾80年代的经济奇迹 都靠的是贸易往来 时至今日 货品的贸易已经不能撑起台湾的经济 这是实话 因为这个世界越来越扁平 越来越狭窄 国与国之间的距离 已经越来越来越越来越短了 所以说资讯化的一个畅通 让过去贸易所赚到那个巨额的利差 已经不复存在 利润只会越来越薄 如果你当去亚马逊买的东西 你就已经买的到的东西 你会一定跑去很贵 贵到四倍五倍的地方买吗 就不会了 你能够淘宝买到的手机壳 你就不会在台湾买 因为如果台湾买八百块 在大陆买 你可能家里运费 还只要三百块 你会去哪里买 你不会跟钱过不去 对不对 这个世界贸易已经不行了 台湾能够做的 就是给百姓更稳定的生活 就要发展什么 庶民经济 很多政府 很多的政治人物 他们就说啊 我一直招商很成功 可是招商进来的人 那些外资 是尽多只能做什么发薪水付电费 他不能做出来 很好的给台湾的经济有什么帮助 现在的资金的流动又非常的快速 他可以随时的撤资回去 你拿他没有办法 因为他进来了 就进来了 出去 你我进一步下去 那你要送我钱吗 没有 他就要把税缴完啊 按照牢记把你遣散 他说走就走 那台湾能做到什么 就能赚到人家赚来的 分你的一点薪水 所以说我们台湾如果真的是要抢 你就一定要去学我们过去的经验 把贸易做好 第一个贸易 当然就是农产品 我们今天的外销 第二个就是要学泰国 一定要让各国东西的观光财进来 因为这些观光财发展的庶民经济 每个观光客所用到的十一住行娱乐 都跟我们台湾人民有关系的时候 那我们就算进口大陆的东西也没有关系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赚进了四季的外汇 包含人民币的时候 我们今天吃一碗 偶尔米 所以他们就杯子碟子 桌子椅子 对不对 那还有一些什么呢 一些原物料南北货 农产品 是不是化工产品 比如说太白粉 太白粉 或是玉米粉 素薯粉 这些都是台湾自己可以做到的东西 你不做这些影子 你不愿意去让一个地区的和平发展 不要有立场状况之下 你根本就没办法生存 好不好 然后我们今天 这个我们的后置状况是比较简单 那主要是因为今天发生的事情实在太紧急了 就是Google这个事情 还有我们已经大家都已经确定了 中国在兴起一场去美国的文化大革命 所以说老师今天做的会比较晚一点 比较快速一点 感谢各位今天收看新朋友记得按订阅 老朋友记得按赞 下方有老师推荐的视频列表 好 大家可以去看看 若需要老师专业的命理咨询服务 请在说明页最下方 有老师练习方式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